另外再来看到这个画面 这是台七线上有民众目击 一只鸵鸟绕着车子跑 就像在比白米赛跑一样 直到这个车子越开越远 鸵鸟才慢了下来 原来这是一只农场饲养的公鸵鸟 它一岁半正好是发勤期 一次趁着客人离场的空档 它就追车到马路上了 还好农场主人也立刻发现 骑车追了上去 才把鸵鸟给赶了回来 但是因为鸵鸟上路影响交通 这个行为已经处罚了 农场四主将被开罚最高600元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